大家好 現在是2019年3月23日 星期六的上午10時50分 起床了 乾杯這些鐵管音 很脆意地打開這部手機 在這裏打開頭 撈臉 主持談天雪地 很脆意地幫大家聊天 我拍視頻的方式不一樣 很多人拍視頻是經過幕後的策劃 經過心思熟慮 根據主題去拍 他們拍視頻是以視頻為職業 賺錢的 所以他們做的視頻是有教育方式 即是教育視頻和技術視頻 他們真的花了很多前期的工作 做了很多年 可能五六年了 他們的時間長 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拍視頻為第一職業 即是賺錢的一個自由職業 我來說就是 原先我拍視頻的過程中 都曾經借減別人的經驗 即是說很想我拍視頻 同樣是想做一個職業 即是說可以通過視頻講解 即是分享 能夠像他們那些人一樣 你可以賺錢 這樣你就會全身心投入到拍視頻之中 既可以賺到錢 也可以滿足到自己 喜歡拍攝拍攝攝像這些愛好 幫助自己對相機 器材 愛好 有這樣的想法 最好能夠說 好 因為你有收入 你就有了生活保證 有生活保證 你才能夠說 會很專注地去做視頻 其實做視頻來說 說簡單也不簡單 因為你想以這個為事 為職業來說 這個不是說很容易 但也不難 但總是有一個入門的過程 往往往有時候入門的過程 看詞簡單 而並非真的很簡單 看別人做視頻 好像十多分鐘 好像輕描膽舌 說幾句 就看到 嘩 人家的點擊率 成兩萬三萬的點擊率 還有很多那些 粉絲去看他 訂閱他的頻道 你看見就好像很簡單 其實他也是做了很多 應該做了很多的 前期的交流工作 而且他們的視頻 不單止是放在一個網站 很多網站 包括美國這邊的網站 中國的網站 而且他們有很多博客 很多有自己的類似的平台 是長期積累的客戶 長期積累的客戶 長期積累的客戶 這個過程 我有時看他們去做節目的時候 他們都說起剛剛入行的時候 你做一做一做一做 你發現沒有什麼氣息 什麼叫沒有氣息呢 因為他做的過程中 沒有人會聽他說話 他哪怕做得多好也好 都是 進展非常緩慢 甚至後來真真正正 是賺錢開始 都是 一塊漢堡包的錢 那漢堡包的錢 漢堡包的錢是多少錢 是幾萬元 其實都不 你的投入不是 你的收入是不對等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 這碗飯要不要吃 還是要退出 由於是他們的愛好 只是幫我一樣 都是有拍視頻的那種慾望 那種愛好 他們都是堅持 堅持下來 當然慢慢慢慢 他就會變好 他當然要在視頻上講解 他經歷過程 其實拍視頻的關鍵是有沒有興趣 這個興趣是第一的 第一的 你不要想著 你會 獲得成功 千萬不要想著獲得成功 因為這件事 不是你想要成功就是成功 這是一個 很漫長的 所以 他現在是 當然 很多成功的 媒體 他都說 越收入都已經達到 幾多幾多幾多 但他背後 都是一種 很執著的 堅持就是堅持不懈地去做 哪怕 就是自如自樂 是一種副業 即是輔助的愛好 他們都堅持下來 然後 有一旦 他有了成績 才會把主業放棄 全身心 投入到 這個 字媒體的行業 對我來說 就是 目前來說 我也是一種興趣 你想到我 真的要用這個視頻 去博取點擊率 博取我的廣告費 這件事 千萬不要想 這麼簡單 天真 西上的事 不是說 你在視頻裡說幾句話 你就會有錢 怎麼回答 只能就是個性愛好 該做正事 還是做主業為主 這是一種愛好 一種自我 一種表現形式 或是自如自樂的形式 是這樣的 所以我現在的定位 就是一種很簡單的 純粹是一種 娛樂 娛樂 娛樂方式 氣好 這些玩 有時候我又會看下 其他人剛剛做視頻的時候 你會面對鏡頭 有些不知怎樣說好 其實這件事我聽起來 真的有痛感 其實每一個人 他做視頻之前 第一次做視頻 都難免有點緊張 腦袋裡面空白 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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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他們的方法就是 你要把這個視頻 這個手機拍自己 當成是朋友 即是可以幫朋友聊天 聊天的方式 你自不然就會 沒有這麼多緊張 沒有壓力 那你就會 以朋友聊天的形式 慢慢 首先你要把它當成是朋友 那你就不用說 有些很難在鏡頭面前去說話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不謀而合的 那我其實慢慢慢慢 做到這麼多視頻之後 我其實也是把這個 這個 拍視頻 也是當成我最好的朋友 那你喜歡我一組 在這裡 都是幫大家聊天 現在十分鐘 第一集 拍到